西州的衰落啊 它是因为它在同纬度扩张之后 扩张到硬程度了之后呢 它没法 没有办法 只能向同精度扩张 也就是说要么向南方扩张 江汉一带扩张 结果呢 江汉扩张呢 被楚国呢 反击了之后呢 搞得头破泄流的 没有办法 然后呢 又它又向北方扩张 北方的游牧民族 也不是好惹的 结果呢 又被打得头破泄流 所以呢 周人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努力 希望维持这个西州王朝继续下旗 但实际上 它做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西州王朝建立在风风自治上的 它要让 这个政权维持下旗 它就得带领很多诸侯国 去占领新的国土 去武装殖民 去用土地放弃忠诚 它是用土地放弃忠诚的 我你来 你这个国家来参与 我一起去攻打某个地方 某个地区打下来之后 我把土地分给你 是这样一过程 但是一旦就是在同纬度的征服结束之后 就是整个滑落地区已经结束之后 那么周人呢 一般就只能向南或者向北 这两个方向发展了 因为在往东发展的话 已经都到大海了 没有发展的一地了 然后只能向南和向北 但是呢 历代的周天子呢 不管是向南发展失败了 向北发展也失败了啊 在向南发展失败情况下 在向北发展的情况也失败情况下 这两个失败带来结果就是周王朝发动了战争 已经不可能有新的土地分配 分配给这个跟随一起打仗的诸侯 然后呢 就导致了他必然衰落的命运 这是一样 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是以金国主义开始的 以上武精神开始的 以仇庸土地仇庸开始发展起来的 那么他必然也要承担这个比端 就是说一旦他不能再实现给诸侯的承诺 比如说大家说好了 一起出去打仗 然后打完仗 肯定有一块土地分给你啊 这么好的买卖肯定大家都去 但是最后呢实现不了 而且多次反复的实现不了了 就大家就不愿意再听从周天子了 不愿意跟这个周天子瞎搞了 这个道理呢 也跟这个欧洲的分建制是一样的 大家最初听的教皇鼓吹 然后呢去跑去中东去打这个发动十字金 十字金东征啊 最开始很强势啊 因为能够抢前抢地抢你人抢了很多啊 最开始呢 十字金东征是成功的 然后慢慢的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打不下来了啊 打不下来没有地可以分了 没有你人可以抢了 然后呢教皇的命令也就没人听了啊 由此带来了罗马教廷的衰落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看这个任何分建制的国家呢 都带来这个土地扩张跟这个人口之间的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土地假如一旦征服了土地没法酬拥这些封建筑的话呢 那么这个模式呢就不可持续 一旦不可持续的话呢 那么这个制度就很快崩溃了啊 西州走向崩溃 跟罗马教廷走向崩溃的根源啊 都是风风制造成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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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